再来关注男子因情感纠纷被迫硫酸的事 目前这名男子仍在十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而今天男子妻子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今天上午在十二医院的ICU病房 被迫硫酸的男子杨某正在接受医生的身体检查 医生介绍杨某烧伤面积达50% 三度烧伤 眼睛角膜已被腐蚀 伤情比较严重 由于杨某做了器官切开手术 语言表达困难 如今与医护人员的沟通交流 要通过文字来完成 下午两点 记者在ICU病房外见到了受伤男子的妻子高女士 他正在熟练的给两个月大的儿子调奶粉 据高女士回忆 两人2010年结婚 今年8月14号生下男婴 高女士坦言 在怀孕期间丈夫有了外遇 此事她一直知道 几个月前经过她的劝说 丈夫已然回心转意 无奈想要抽身却难上加难 高女士介绍 张某一直采取极端的方式 想要留住丈夫的心 之前发生的殴打事件也因此而起 实在拖不下去了 要回来她就抢她身份证 那个女的包里面踹了个刀 还有一个空啤酒瓶 然后她就拿那个啤酒瓶去砸我老公 拿那个刀去捅她 然后老公就把她就跟她打了打了起来 高女士表示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依然不愿意放弃丈夫 采访中高女士几次想通过媒体 向社会求助 但却一直难以启齿 这种情况 我是很希望有人能帮我 但是我开不了这个课 还太小了 我也不想小孩没有爸爸 我也不想撕出这个家 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 都市记者报道